烏克蘭孩童玩著造型玩具 旁邊好像是炮彈的娃娃 仔細一看上面英文寫的是 標槍反坦克飛彈 俄乌戰爭爆發後 這間烏克蘭玩具工廠 生產一系列的戰爭玩具 幫助戰火下的小朋友 紓解壓力 南投手上把玩的這個飛機造型娃娃 原型就是被俄軍摧毀的 烏克蘭夢想號運輸機 另外這名烏克蘭女炮 被因為拍抖音 分享她摧毀俄軍坦克的影片 引來上百萬人點閱 女兵說從軍是從小的夢想 她待在軍中五年 這次開戰後 她已經摧毀十幾個俄軍目標 烏克蘭軍方承諾 將授予這位女炮兵獎章 另外在伊索比亞出現 征兵烏龍 很多人聽到俄羅斯要征傭兵 開除每月六萬台幣的薪資 俄國大使館外 湧來大批想當傭兵的人潮 不過俄羅斯趕緊出面辟謠 說他們沒有要征兵 TVBS新聞最好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